但有些朋友都心急想罵底 譬如META,即是Facebook 都真的跌得急和跌得多 比起公佈業績前都跌了三成 如果有些朋友想罵底,你又建不建議? 其實我會覺得如果你罵底的話 當然我不敢完全地反對 其實META去到預計的價位 如果用最簡單精煉的言語去解釋 它是有一大好處 它進入了相當多個不好處 一大好處就是PE4P真是真心低的 老實說,擁有全球是30億人口資料的一件的物體 就算是被人蠶食也好 或者暫時受到一些所謂干擾也好 但是是否真的一盤散沙 可以告訴你一招30億的資料是消失呢? 你用一個常識的研究都知道是不會的 所以這一個就是其中第一個最大的好處 另外一邊的商 它的不好處其實在哪裏呢? 其實也有很多 相對來說是比兩大的壞處 第一就是今年應該都會面臨這麼大的 TikTok的挑戰 因為TikTok其實在今年的商業化 應該是商業化的重大的商業化元年 它這件事對於Facebook的所謂市場 其實有一定的威脅 而第二就是說其實由頭到尾 Facebook都是暫時去到現在 可能它自己內部演算法 怎樣搞都好 都是改變不了和改善不了 是關於Apple 手機 那個私隱條例自從改變了之後 然後就是令到它的廣告接觸率的精準度 是大幅降低的 那我非常坦白說 因為老實說我自己打個比例 譬如我自己是一間小的學校的一個老闆 那我自己有時都會去賣廣告 那你說我Facebook究竟現在的演算法 影響大不大呢? 我只能默默地認同這件事 那你想想我作為一個小的廠商 我都感受到以前和現在很大的變化 那其實在全球來說 那個影響實在肯定是一個事實來的 我們作為一個小小的企業家 那其實都完全是感受到 那所以我們見到在一個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們見到那個優勢就是慢慢地失去了 那所以相對來說 那個影響都會相對比較大一點點 那所以O4的那個角度 我覺得就是說 既然它是有很多不好處 它的股價又壓到它很低 那所以它說這個極限 都應該有一定的回復 那大家要注意兩點 第一 因為那個股票 通常美國的股票 一個大的跌口跌下來之後 它通常都沒有那麼好人 是可以大幅地回升的 而且它會是不斷地回調下來的 有機會 那回了一層 撒完一層倉之後 它才是會回升的 那所以大家也不需要太過心急 它會硬是不斷地 就是很窄的價格不斷地分斷 抄底這件事是大忌 那所以在整體來說就要相對注意 還有第二最後一個小說法 可以考慮買回Facebook的半對家 是Google作為一個對沖的 為什麼Google其實是Facebook的半對家呢 因為Google其實都是有自己的廣告平台 以YouTube為主的 我們看到很明顯 到處看Google在YouTube的廣告 是完全沒有受到IOS的Apple的私隱度的影響 所以我們變成就是說 如果我們買回一些Google 其實是可能有機會在側面對沖到Facebook的作用 大家可以考慮一下